同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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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這車怎麼那麼安靜嚇死我了 我沒有發現有人在旁邊欸 不好意思我這是電動車啊 所以比較安靜 我是想請問你就是因為學校裡面 好像有一個V3的新的超級充電樁 對我想充電五分鐘 我只有五分鐘然後好像可以充120公里 它好像是在台大的社科院裡面 可是台大這麼大我不是很熟 你可以幫我帶一下路嗎 社科院嗎 好啦我剛好是社科院的學生 不然你跟著我旁邊慢慢開 我帶你去 好好好那我跟著你喔 慢慢開喔 哈囉大家好我是麥麥可 歡迎回到女子車流 大家看得出來我現在人在哪裡嗎 我在青春洋溢的台大校園 因為亞洲第一批使用Tesla V3 超級充電設備就是台灣 而且在國立台灣大學 人稱112 而且呢它是在社會科學院旁邊的 辛亥停車場 其實這個地點呢有一點難找 它還在停車場的V2裡面 有黃金的三格充電樁 到時候呢影片裡面 我們會帶大家實際走一次 其實呢先前在公佈地點之前 Tesla就已經有在Instagram上面 開放大家去猜猜看說 接下來V3的超級充電設備會在哪裡 很多人都猜嘉義啊台南啊內湖啊 甚至是七星潭都有人猜 結果通通錯 就是在今天台大的停車場裡面 那究竟為什麼會選這個地點呢 其實呢這是Tesla在台北市的第三座超級充電站 它的位置在台北市偏南部 可以造福整個附近的文教區以外呢 甚至可以跨到新北的中和啊 新電啊或永和這一帶 那這樣呢這些地方的車主 就不需要跨到台北的北邊 例如說花博啊或者是內湖的特斯拉 那這兩個先前就有的充電站 之後應該也就不會再這麼塞了 OK那今天的影片呢 也會幫大家介紹一個重點 也就是V3的充電設備跟V2到底差別在哪裡 然後我們也會實際幫大家測測看 V3是真的五分鐘就可以幫Tesla Model 3 增加一百二十公里的續航力嗎 好那記得訂閱還有開啟小鈴鐺 然後我們繼續看下去 好啦那我們現在就已經來到台大 辛亥停車場的V2 M7的一個停車隔區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有三個超級充電設備 那我們今天呢就會跟大家講解一下 V3跟V2的充電設備究竟哪裡不一樣 那麼V3的超級充電設備呢 它的充電時間比起上一代可以減少百分之五十 那它的DC直流充電功率最高的峰值呢 可以來到兩百五十千瓦 也就是說呢短短五分鐘的急速充電 就可以讓Tesla的Model 3車款 增加一百二十公里的續航力 那如果是充電十五分鐘呢 則可以有三百六十公里的續航力 而上一代呢V2充電設備呢 它的最高充電效率峰值是一百二十千瓦 所以說呢它要充滿百分之八十的電量 大概要四十分鐘左右 所以可以感覺到V2跟V3的速度差別是不是非常的大呢 那看到這邊呢大家應該已經發現 V3跟V2最大的不同之一 就在於充電效率的峰值 那V3的峰值呢是兩百五十千瓦 而V2是一百二十千瓦 大家可以在圖片中看到 V3充電設備呢在電池 大概百分之十到三十的時候呢 充電的速度會最快 這也是為什麼V3它強調的是極速充電 不過呢峰值也並非是從頭到尾都會出現 這概念呢有點類似大家的手機充電 通常你會發現手機可能在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八十的時候 充電速度特別的快 那超過百分之八十之後呢 充電效率就會下降 不過呢目前並不是每一個車款都可以享受到V3充電設備 它的最高峰值兩百五十千瓦 目前只有TESLA的Model 3支援 那剩下其他的車款支援的最高充電峰值呢 大家可以參考這個表格 好那我們現在話不多說 我們就帶大家來實測看看 我們的車大概只剩下百分之二十以下的電力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充電需要花多少時間 好的那目前TESLA呢在台灣已經建置了十六座的超級充電站 那剩下的九座呢還在規劃中 他們的目標呢就是希望可以在台灣總共有二十五座的超級充電站 為台灣打造一個綠色智能的充電生活圈 那大家對今天這次V3的充電站 第一個選擇的位置在這個台大新愛停車場還滿意嗎 如果不滿意 破音耶等一下 如果不滿意也沒關係 因為未來呢會在汐止還有台南的第二美術館 分別再有兩個V3超級充電站 大家是不是都很拭目以待呢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你對這個充電站的位置有什麼想法 然後你是不是也很想要來體驗看看V3的超級充電速度呢 別忘了訂閱還有開啟小鈴鐺 我是Nanako 我要去充電了 掰掰